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养殖户未保损失 如何反复在风雨中突击旧灾 敬请关注 欢迎回来 长江中下游的大范围持续降雨 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 水产养殖户们一直在想办法生产自救 尽量减少损失 我们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了他们 一次次抗击风雨 抢险救灾的感人画面 他们顽强不去的精神让人感动 那么这些养殖户到底能够挽回多少损失呢 7月13号晚上10点 鄂州市三山湖东大堤被迫破堤分红 洪水像脱江的野马迅速冲入只有一地之隔的鱼公湖 现在这个水流非常的急 我们想到最爱到这边来就只能做这个挖掘机过来了 我右手边的这个呢就是三山湖 这里呢就是三山湖的东大堤 从7月初以来呢到现在这个三山湖的水位一直在持续上涨 那么到目前三山湖的水位超过这个汛泻水位以上 已经持续了一周的时间 这里已经岌岌可危了 那么即将呢还有新一轮的这个降雨来袭 所以当地政府决定在这个东大堤这个入口 把这个入口给打开 让它来泄洪 这个洪水呢就泄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另外一个湖里面 这个叫鱼公湖 你看 之前那个桥都淹了吧 是吗 都淹了 都淹到这里来了 所以把它走成一个星级 它现在 原来水位满了 放了十几个小时了还是超顶件 还是超顶件 历史上鱼公湖属三山湖水系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实行围湖造田 与三山湖分离 鱼公湖就成了三山湖的围苑 里面可以养鱼种田 被压缩的三山湖 蓄洪能力被严重削弱 如今大灾之下 变得显向还生 因此 鄂州市决定尊重自然 实行永久性退院还湖 将围苑内种植养殖等农业生产彻底清除 为了减少损失 原来在围苑内进行生产劳动的淡水与养殖户 开始了一场鱼塘保卫战 黄华冰家的鱼塘所在的位置 也将被洪水淹没 因为得到通知时间太短 他养的九万尾鱼 已经来不及转移了 老黄夫妻决定冒着生命危险 加高渔网 现在得和泄洪水未竞赛 也要和天气竞赛 因为他们预计 这几天还会有一程强降雨出现 既然看鱼能看出来有大暴雨 对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水到了 把这个鱼往那鱼塘边转 你就是那些鱼吗 对对啊 平时它们不在这儿是吗 平时不在这儿 平时只在这个地方吃鸟子 现在大鱼都有 你就看它这样 未来三四天的那个鱼 它都能感觉出来 对对对 如果鱼塘被淹没 水位只要超过鱼网的高度 里面的鱼就会全部跑掉 因此 要赶在鱼塘被彻底吞没前 把鱼网加高到三米 这需要把两层鱼网缝在一起 为此 它们又投入了两千多元钱 购买鱼网 日夜不停的缝网 现在呢将近三点钟的时间 外面的气温呢 大概有三十四五度左右 我们看看大姐的手 看没看到 手背都在出汗 很热 但是又必须穿着长袖 因为太晒了 你看我的剪刀剪了一个泡 那剪什么呀 磨成这样的 剪了网啊 昨天剪网剪了 我给黄大哥粗略的估算了一下 它一共是两个鱼塘 这个周围呢就是六百米 就需要六百米这样的纱网 那么这六百米的周围 它们都要一针一线的把它缝起来 上面要加高一层 看一下这个针角 每一个针角 大概有一厘米的宽度 所以呢我们算了一下 它就这样一针一线的缝 需要缝六万针 而且呢这两天的天气 有的时候是酷暑难耐 有的时候是桑拿天 有的时候呢又下着一阵瓢阔大雨 它们就一直这样在户外一针一线的缝 就希望赶在这个泄洪的水来了之前 把它们的鱼塘都给围住 尽量的减少损失 老黄家附近的养殖户们 都把精力全部投入到鱼池上 吴靖元也在紧张的加高鱼塘 但是他又想了一些新办法 在鱼跑堂的情况下 也能有所收获 养殖户呢都管这个东西叫鱼龙 他们在这个围网处啊 大概会打开四个这样的缺口 等水位上来之后呢这些鱼可能会 从这个缺口往外跑 那这样呢把这个鱼龙绑在这个位置 那个鱼就会跑到笼子里面去 这样它们就会减少损失 那我刚才大概问了一下 它们在这个鱼塘里面分布了四个鱼龙 每一个鱼龙差不多应该是能抓到四五百斤的鱼 它们用这个笼子呢能绑上两千斤的鱼 可是呢这样一个一个这样的鱼塘里边 我刚才问了一下大概得有一万斤的鱼 也就是说它们至多只能挽回两千斤 百分之二十的一个损失 吃一点少一点少跑一点 你就现在是留一点试一点的 到目前老黄他们的鱼塘还没有被完全淹没 维莽是否能保住损失还不得而知 老黄告诉记者 他最怕的就是刮大风 因为竹竿插在泥土中 长时间被水浸泡很不牢靠 如果刮大风竹竿一倒 必定是前功尽弃 可这风偏偏就被梁子湖区 沙湾村的养殖户给碰上了 我右手边的这个呢就是梁子湖 今天的风浪特别特别大 大家可以看到远 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那群鸭子 它们游的都很艰难 像今天的这种天气呢 对这个附近的养殖户来说就是很有风险 因为远处看到那个竹竿 那些竹竿就是它们没鱼网用的 像这种天气很容易就会把那个竹竿给吹倒 它们的损失就会更大 那我刚才看到好几个养殖户就冒着这样的风浪 它们就去检查它们的鱼塘 圣妖明这已经是第二次冲向她的鱼塘了 她的家人怎么也没办法阻止她 这么大的浪出去危险吗 很危险 很危险 那为什么还要出去啊 你没有办法呀 要把地上去就像你旧的鱼啊 当天风力一达到七级 眼看着风浪越来越大 站在岸边的家人万福交集 圣妖明围住的这片鱼塘有一百多亩 前两年鱼价不好 它的鱼都没有卖 今年鱼价高涨 可还没来得及卖 鱼塘就被洪水淹没 受灾后 圣妖明每天都去没来得及围网的鱼塘里捞鱼 再转移到这片围起来的鱼塘里 可是这次大风过后 有可能这二十多天都白忙活了 它这几天搞的鱼人家都卖了 它没有卖 它还不卖 它还想打得瓷子去 它正想放得瓷子来关嘛 这个风浪断出去 它就不够好了 肯定都搞得起来了 为了确保圣妖明的安全 圣家来来回回又去了四个人 可就在他们舍命扶鱼网的时候 一个更大的危险正在向鱼塘靠拢 高牌打不过来了 什么过来了 要去什么去什么来 与此同时 和圣妖明家鱼塘相邻的刘正斌 也开始朝鱼塘冲去 记者本想搭乘刘正斌的船 去砍个究竟 但是他坚决不同意 他非得要跟你走 不行不行 今天不行 今天不行 这个风我就挺害怕的 这个浪太大了嘛 冒着被风浪把船掀翻的风险 刘正斌带着沙袋 想去阻止高牌继续移动 这个高牌到底有多大威力 让养殖户们如此如临大迪呢 大家能看到远处的湖心 有一片像小岛一样的那个绿色的 其实那个地方并不是岛 而是梁子湖中心的一些水上的植物 他们被这个大风和大浪吹的根已经断了 所以呢 现在就缠绕在一起 形成了像一堵墙一样的 一旦移动过来 被风和浪给吹过来 它的力量非常大 这些鱼塘围的网就将会全军覆没 那里面的鱼呢 就会跑出来 刘正斌呢 他带了一些沙袋过去 他说呢 要把这个两个沙袋中间用绳连接在一起 然后呢固定在那 它就像一个船锚一样 因为这沙袋很重啊 不让风浪再吹着它往前移动啊 这样呢 就可以保住他们的鱼塘 风浪中 刘正斌用沙袋固定高牌 而盛阳明家则用人力牵引的办法 希望高牌能从两家鱼塘围网处中间通过 移动房子和电线杆 似乎可以阻止危险逼近 他们能成功吗 固定不住 固定不住 没有 你看我那个鱼塘 你看外上面又来了嘛 一波接一波了嘛 我那个外面已经全部压到水里面去了 还没多 我还爬个差不多了 我没杀鱼塞起都没有鱼塞的 幸运的是 傍晚风浪渐渐平息 两片鱼塞的围网 只有小部分被高牌推倒 但盛阳明的家人凭经验判断 如果喂鲜料没有鱼群来吃 十有八九 鱼都已经从鱼网的破损处逃跑了 和风浪斗争一天 到这会儿 养殖户们来不及休息 就纷纷开船去打鱼 自从鱼塘被洪水淹没 他们就变成了鱼民 没来得及为往的鱼塘里打鱼 早晚两次把鱼交给代销商 转运到武汉 或者鄂州卖掉 虽然如今鱼价并不理想 但多少也能有点收入 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淹没 眼看着鱼塘里面的鱼消失在汪洋中 灾区的人们心在流血 我们也感到了他们的痛 洪水毁灭了家园 摧毁不了人们的意志 大家擦干眼泪与洪水搏斗 在风浪中一点一点的挽回损失 面对这样的场景 我们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呢 我们能不能通过电商等市场手段 帮助灾区多销售一些鱼 那些有能力的企业 能不能帮助农民加固鱼塘围宝 推走那些水中的高牌 1998年特大洪水没有压榜我们 汶川地震没有压榜我们 只要全国人民和灾区人民在一起 就没有战胜不了灾害 大学陆许通知书送达乡村角落 韩文学子如何申请高校助学贷款 幼大暑期团聚时 留守儿童奔赴都市 跟父母会发生哪些故事 欢迎回来 眼下正是高考学子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日子 今年呢 北京大学在河南省的录取人数 再创新高 一共有216名优秀学子 圆梦北大 而河南省第一张录取通知书 也送达到了汝南县央湖村考生 张广丽的家中 那么像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 对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新生 又有哪些资助方式呢 这张来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不仅让张广丽家 更让整个央湖村都热闹起来 为了供张广丽上学 广丽的母亲常年在外打工 张广丽的父亲患有肝硬化 每年还需要几万元钱的医药费 眼见着左邻右舍都已经盖上了二层小楼 而张广丽家还住着两间破旧低矮的房子 由于张广丽家庭贫困 高中三年一直使用国家助学金才完成了学业 北大录取的消息 给这个困境中的家庭带来了一丝希望 他心态阳光积极向上 学习非常刻苦 成绩优异 在这高考中取得了全是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 上到一个好的大学对家庭最好的帮助 然后父母高兴自己要有一个好前程 改变家庭的状况 北大河南校友会知道张广丽的家庭情况后 也跟北大河南招生组来到张广丽家中 这样的品学兼用的学生 第一次四年的上学的费用 由校友会这边进行资助 北京大学是很多考生向往的高等学府 今年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 已经陆陆续续收到了期盼许久的录取通知书 信封里还会有一份北京大学学生绿色成长方案 这个绿色成长方案呢 它是一个集成的支持学生完成北大学业的这样的一个资助方案 也是一个成才支持方案 在经济资助方面呢 我们里边有一张经济情况调查表 如果说有农村考到北大的家里 确实困难的学生一定要填这张表 北京大学学费最高一学年是5300元 住宿费是1200元 家庭困难的农村地区学生详细填写北京大学本科生新生经济情况调查表 并及时寄回到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 学校会根据学生的具体家庭经济情况 给予学生一份定制的助学套餐 它不是说一个数字就定谁困难 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指标体系 我们会根据一个测算去能给 北京大学今年还开发了AP手机软件 方便学生第一时间将信息发送给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 在开学前就得到一整套的助学帮助 我们再来关注留守儿童 暑期到了 很多留守儿童都会远赴异乡 跟在城市打工的父母短暂团聚 四川穷来的两个小兄妹呢 为了见到爸爸千里迢迢来到了北京 他们跟爸爸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常年父爱缺失的孩子 又会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呢 我叫阎文浩 今年九十半 这是我的妹妹 她叫阎文静 今年四十八 阎文浩和妹妹阎文静 跟妈妈一起生活在四川穷来 爸爸阎苏林在北京的一家川菜馆当厨师长 每年暑假 妈妈都会带着他们来到北京与爸爸团聚 因为爸爸常年在外打工 哥哥阎文浩成了家里唯一的小男子汉 我儿子性格比较好 比较会关心人 比较懂事 然后女儿来是脾气比较爆 不再听话 哥哥就说经常带着他 然后从各方面去引导他 这怎么样 这个是子 儿子的子 哥哥帮你帮 他妹妹有什么事情 他也会直接去找他哥哥 他想穿鞋子 想穿鞋子下床 他自己不会穿 他会直接喊哥哥 他不喊妈妈 他说他哥哥要去照顾他 吃过午饭 妹妹吵着要去买糖 哥哥阎文浩从爸爸那里要了十元钱 牵着妹妹的手 一路有说有笑的来到家附近的小超市 23一个 这个多少块 这个多少 12 12 妹妹 先生 你换一个吧 不要 因为你的太贵了 不要 我的这个不贵 叔叔 我的这个也不买了 我妹妹这个还差两块钱 待会我给你送过来可以吗 行可以 为什么没给自己买饮料 因为钱不够 那怎么给妹妹买了呢 因为我知道她非常想要这个 爸爸在外面工作 只有我妈妈在照顾我们两个 我说说我觉得我应该和妈妈一起分担这个事 临近晚饭 妈妈有事要出门 严师父决定做几道拿手菜 给孩子们露一手 我这么多年就在外地 每次回家给孩子们做饭 的机会也是很少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欠缺 对他们比较欠缺的也方便 吃饭喽 来 爸爸喂你好不好 老板 来 爸给你包一个这个好不好 这特别好吃 没事 好不好吃 不好吃 因为常年在外工作 严师父每年与孩子见面的时间还不足50天 对孩子吃饭的口味也不了解 严文昊看出了爸爸的沮丧 他不想让爸爸失望 连忙改口说好吃 不好吃 好吃啊 好 因为儿子的解围 严师父这才松了一口气 父子三人和和睦睦地吃完了晚饭 我喜欢北京 因为我爸爸在北京 我希望他们 现在好好学习以后 争取考上北京的某一所大学法 我们做的研究发现 在孩子小的时候 可能爸爸出去 对孩子影响稍微小一点 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 就不同的年龄阶段 其实都是有不同的任务 所以父母也不要在孩子的 这个年龄段里边 给孩子过多的这种压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联系更多的节目信息 查询网期的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市网 农市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提供新闻线索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关注聚焦三栏目的 官方微博微信 我们会认真阅读 您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请关注 请关注